不外乎就是说按钮式的 有没有 然后不外乎就是说 那个插入函数有这个什么 就类似像这种方选的 方选这还蛮好用 按确定 但方选一定要从这边执行 一定要从这边输入 而且输入只会输出一个储存格 他没有办法输出多个 所以多个怎么办 你还是自己要自动 你要去把它填满 刚刚有同学问说 能不能像SUB 抱歉没有办法 方选他就是这样子 他的特性就是输出到储存格 你不能说我又要这样子又要这样 不行你要只能折一 OK 所以一般实际上用 好像还是SUB会比较好用 为什么你按下去就OK了 你还不用说还要 而且我们刚刚有讲追踪 所以你自己追踪到那个范围就OK 那另外的话 SUB还有不同的输出方法 比如说输出公式 跟输出结果 那你会发现输出公式有个好处 就是你之前如果已经写好的 也是有函数 那你有公式 你就直接输出到储存格 你马上就可以把那个什么程式写完了 你只要学会什么 所以你今天这个输出公式很好用 你只要知道什么呢 如何把公式直接丢到储存格里面的原理原则就好了 那不外乎就1 如果他公式里面有双引号 如果有的话 你要把它变两个 有没有 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里面有那个F2 本来这边2 那你要把那个2要变3变4 所以你要在这边怎么样 把它变成I 变成I的诀窍 有些你暂时还无法理解 你就被那个口诀 双引号两个 移到中间 给M的两个再移到中间加一个I 最后就把空白 这样 这样应该OK 这样就可以了 那主要的好处就以后 你VBA就写完了 就写完了 那 但是如果说你要更精益求精 你就要变成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是最后的结果 不过这种方法的话 它跟这个最大的差别是 你必须要知道 里面有个format的函数 VBA的函数 所以后面的第二种写法相对会比较困难一些些 也就是如果你还对VBA里面的函数不熟的话 那你可能就选第一个吧 像这个第一个方法 就真的是极占力 马上可以变出VBA出来 那它跟那个巨棋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巨棋是长这样子 它入很多行 入一大堆 那你要修改 你可能也不知道从哪边着手 但是呢 如果你是用VBA的话 你至少会知道哪一列到哪一列 它自动追踪 然后结束输出到哪一栏 OK 未来当然你不只是可以输出一个公司 你可以这个E栏F栏很多栏 你可以同时自动输出 就像说你要得到报表的结果 也可以类似这样 你就是把一个回圈 然后输出很多栏 大概一下就可以马上把那个结果给做出来 所以这招还蛮管用的 有的时候其实你不想要把程式写得太复杂 这个是一个好方法 但是未来 也许第二种方法 虽然你不太熟了 不过慢慢我们还是会多或少 有的时候还是要思考要更上一层楼 所以第一个方法 第二 再来就是插入函数部分的话 也是慢慢要把它熟悉 OK 所以今天大概就是Sub跟Function 所以后面的话呢 我们会希望各位再把那个 文字取消函数 里面有这么多还有其他范例 那最后一点点时间 我们再讲一个 151这一题 所以待会请各位 把151这一题 稍微打开一下 然后呢 这一题的逻辑非常简单 打开这个151这一题 它主要是希望怎么样 你把这个 它这程式 把里面 A栏有刮壶的东西 刮壶里面东西帮我放在B栏 这样就OK了 然后画面先开了 奇怪 怎么今天电脑也很卡卡 启用编辑 那各位可以看到 主要是要处理什么 处理那个B栏的东西 但是你会看到B栏里面有东西 已经有答案了 这个里面总共会有123个方式 三个函数要学会 那请各位 第一件事 大概知道逻辑吗 刮壶里面的东西放过来 答案在这里 但是请你把它删掉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我们要学会的 需要学会三个函数 把结果做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 我不用函数 我没有办法用VBA 也可以 其实就是跟之前做法差不多 画面先还给各位 先把刚刚的部分做个总结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再利用151的 取得A栏的刮壶放在B栏 它有几种可能 就是它里面 有的有刮壶 有的没有刮壶 如果没有刮壶就不要 不要把A栏的东西带过来 就保持空的 如果有刮壶就把刮壶里面的东西 把它复制过来 大家说一下 这个地方 刚刚的公式请你把它删掉 可是删掉的话 我要怎么找到刮壶里面 当然如果没有刮壶的话 就保持空的 这边有大概步骤 大概会有四个步骤 最后的话就是在做VBA VBA的话不外乎就这样 如果你不会写的话 你就是直接丢 丢什么丢那个公式进来 如果你会写的话 就是直接丢结果 不过这个要怎么写 那另外的话 一样插入函数 里面的话会有使用者定义 会有刮壶自串的函数 然后我给它一个除穿格 它会帮我判断里面有没有刮壶 有刮壶就带过来 没有刮壶都保持空的 自动就OK了 其实也是跟今天的做法差不多 只是说换个案例 OK 所以以后如果你这些案例都 大概 其实做法差不多 如果你每个都差不多可以掌握的话 很多的事情就可以很快 可以把它一下就做完 我们先来看一下 像这个地方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我们其实可以分成 刚刚的动作 其实一次做完太辛苦了 而且太难了 倒不如你把它分成四个步骤完成 第一个步骤就是我要抓什么 我先从有刮壶的 先找到有钱刮壶 怎么找钱刮壶 你这个地方可能需要知道文字函数里面 有没有哪一个是找 找什么 找某一个字 哪一个字串 哪一个文字 刮壶 在哪一个储存格里面 有没有出现 有出现告诉我 它在第几个字 那我如果知道第几个字 我就可以从那个地方去切割 切割用mid middle函数 然后呢 所以这两个 当然我们前面用过middle 如果你要寻找用find find函数 它会问你说 你要找什么 find test 你要找 我要找钱刮壶 所以给它一个钱刮壶 移开 它会自己帮我加前后算以后 在哪边找 在这边找一下 他告诉我第三个 流云刮壶 第三个 没错 他找到了 但是会有个问题 如果你向上填满 它会出现这个错误 意思就是说 你不是要叫我找钱刮壶吗 可是你为什么给我一个错误的value 错误的值 仅就是错误的代号 value就是什么 什么错误 OK就有错误 向下填满也是一样 如果他有刮壶就正确 没有刮壶就有错误 那找后刮壶怎么找 一样把这公式复制一下 取消 贴到后面的话 其实你只要把这公式 改成后刮壶 就可以找到了 一样如果有错误就value 如果没有错误的话 就是后刮壶的位置 如果我知道前刮壶的位置 我只要从这个位置加壶下一个 到后刮壶的位置 减掉前刮位置 再减壶因为多一个位置 然后就可以切割 切割的话就插函数 用mid这个函数 去哪边切割 去这边 从哪个字 从这个位置 但是要加壶 因为那个前刮壶不要 OK 那要几个 后刮壶的位置 扣掉什么呢 扣掉前刮壶的位置 那会多一个字 因为前刮壶要那个位置 减掉壶 OK 那就得到正确的结果 但是你会发现 向上还是错 向下 只要是有错的就value 可是这样已经很接近了 但是最后呢 总不可能把这个value怎么样 去掉 去掉你以前是 不管它 当成没看到 也不行 如果你要去掉 也不可能说每一个这样delete delete 对 这样不太对 所以记得 最后如果你要去除错误 请你要记得一个函数 但是它不是在文字 它在逻辑 因为要判断 判断什么呢 如果它里面这个 紧开头就是l l就错误 如果有错误的话 所以ifl 那给它什么 给它这个里面的值 那value ifl 就是如果里面的值 有紧字号开头的话 请问你要做什么处理 那我就把它变成没有 没有不是保持空白 没有是什么 双引号两个 ok 然后按确定 这个时候你把它向下填满 这样就ok了 但是问题来了 我们是分1234 那这个地方怎么办 我要把1234变成一次的话 隐藏吗 所以不是啦 银差也可以啦 没有人说不行啦 只是说最好是什么 你要把这四个变成一个 其实就是原来那个公式 四合一 那要怎么四合一 最简单 其实有诀窍的 就是其实我的习惯是 把第一次做完的剪下 剪下来 然后贴到第二个 再剪下来 贴到第三个 就ok 只是现在怎么做啦 我想因为时间内关系 请各位先熟悉这部分 那下一个礼拜的话 我们会再来讲 把那个四个动作变成一个 然后慢慢的话再延伸 也是一样 今天我们VBA 两个按钮跟方选 一样可以把这个范例 再变成今天讲的 所以今天讲的 请各位务必回去要再反复练习 因为下一个礼拜 我们还是会遇到 在每个礼拜都会遇到 反正这些一定后面就是这样 函数VBA 函数VBA ok 那我想时间也差不多 今天就先到这里 那如果说你要回去复习的话 请各位自行再加入 但是记得要给我你的学号跟名字 我就帮你确认加进来 那回去其实也没别的诀窍 就是反复的做了 那不懂的部分 反复的看 ok 那之后我想你就熟练了 特别之后会跟熟练是两回事 而且熟练里面还要很细心 每个地方 虽然看起来没几个字 但是一个地方出错 那就是大问题 就全错 对 你99分跟0分是一样的 你一定要100分 这个是最难的